彭恩州北根县的伯拉姆在野工业园 因为爆发了新冠肺炎感染群 截至目前有至少67名工厂员工确诊之后 国安会宣布当地的五个住台区和乡区 从明天开始落实两个星期的加强行管令 国防副高企部长拿督斯里·伊斯麦·沙比里 发例行文告宣布 这五个受管制出入的地区 分别是孟提家花园 伯达纳花园 石壁甘马木花园 还有伯拉姆在野第三新村 以及布劳士来新村 卫生部已经筛减了居住这五个地区的工人 在495人当中有67人确诊 因此鉴定为高传染率的区域 国安会敦促所有管制区的居民 加强防疫措施 避免疫情扩散 另外昨天全国有64人 因为违反新管令而落网 除了五人需要延扣 其他人疑虑接获罚单 最多人处罚的行为 依然是违规跨州和跨县 其次是不戴口罩 这个前提 这个前提